后来2006年的时候 我好朋友他要去韩国留学 他老公非常好 要帮他凑足那个留学的学费 所以他就转手卖给我了 我当时买过来是两万多 一那个原来的主人奖 他那个年份差不多可以算到很清淡 但是为什么反对的人反而高一些呢 说明大家都很懂这个我们这个龙泉七星宝剑吗 一般自定好的宝剑 它是有重量的 更何况这是拇指剑 而且那拇指剑 我感觉应该拇指剑 应该应该一大一个小的 怎么一模一样的 所以儿子长大了 所以我觉得 还有一个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繁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龙泉原名龙渊 因见得名 2000多年前 著名的春秋战国时期的 筑建大师欧爷子 在此为楚王 筑成了龙渊 公布 太阿三把宝剑 唐高宗时 未必 他 李渊的这个会 改名为龙泉 从此龙泉宝剑 名扬天下 那么这种 双刀的这个 牙子剑 在龙泉剑当中 是比较罕见的 它是以绿沙鱼皮为俏 牙子剑格 我们都知道 牙子是龙的 第二个儿子 取他 狠勇好斗 成语当中 有一句话 叫牙子必报 意思就是 它是一切 邪魔 恶鬼的克星 这对双剑 剑身上 各克有一条赤龙 上面 北斗七星 排列有志 错同六金 工艺十分精湛 剑身上 引剑 折叠断打的 流水花纹 夹缸复合 制作精良 这种工艺 是典型的 清代乾隆时期的工艺 这把剑 应该是清代乾隆时期的 一把龙泉三剑 恭喜你收到了一把好剑 谢谢 谢谢 唯一的遗憾呢 就是这个绿沙鱼皮翘 可能不是原章的 谢谢 谢谢老师